Leo聊世紀 天天弄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伯伯仁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寫說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9點鐘方向的伯伯仁 伯伯仁他的特色是聰明的移動速度特別快 他的馬咒單位有折扣在 伯伯仁他的寶兵單位是非常強大的 駱駝弓兵還會擁有回血的效果 這個馬格里布駱駝 金冠技術點完之後 駱駝弓兵跟駱駝都會自動回血 那伯伯仁來說他是一個騎兵 這個洛馬或是中東騎士或是駱駝 加上洛攻的一個路線文明 那他的槍兵路線是稍微不太能用的 因為他沒有大槍兵 但是要打劍勇的話還是可以考慮的 那劍兵的部分的話是可以用 那騎兵路線也可以用 弓兵路線也可以用 這個中東馬功能也用 但是他槍弩不太行 那伯伯仁來說還是比較適合駱駝弓兵 配騎兵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越南人 那越南人他的升級科技 經濟科技的速度是有性命最快的 所以他升輪軸跟手推車省下來時間 就可以多按一些村民 經濟會更好 那越南人點經濟科技手也不需要額外的木頭 只需要食物就可以研發 所以省下來木頭可以多撒些農田 獲取更好的經濟 那越南人他是擁有免費工兵鎧甲的文明 而且他的射箭場單位血量也比較多 不管是要出強奴或是帝王戰馬 血量都非常多的 那他的馬功路線也是如此 血量可以高到他942滴血 血量最多的馬功文明還是圖爾西人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兩邊地圖看起來 Ara這邊是還不錯的 黃金雖然在前面有點尷尬 那有一塊黃金在右邊 如果這邊可以圍起來 圍死的話 那這個區域還算是OK 那前方的部分這裏就比較難受 但果主在後方還可以 那這場地是越南對國波人 感覺越南這邊是要打藤甲工兵 是比較好打伯伯仁的 因為他路途工兵是比較強大的單位 一般的工兵可能會有點難受 但這兩邊都是有特化戰毛兵的單位的 就是伯伯仁有這個標槍騎兵 越南人有帝王戰毛 所以中後期兩邊如果都走工兵路線 感覺上是要拼比操作的 越南人也有這個槍兵可以出 伯伯仁這邊也是有弱馬可以反制戰毛兵 這邊兩邊在拼傷害 讓感覺Hera會打輸 地圖看起來 Hera應該是能圍出去一點點 稍微防守應該是問題不大 重點是右邊這個區域 哈特這邊是轉出弱馬 開局地圖方面 感覺是比Hera還好上一些些 這邊可以圍到底的話 這塊金也是在裡面 後面還有一塊木須還不錯 下面這邊也可以小微一下 而且金有的偏後方位置 看起來Hera這邊是壓力會稍微大一些些的 Hera這邊是轉出了射箭場開局 有人在挖金礦了 好 槍兵按了一隻 這裡也補了一個房子 好 槍兵戳一下 三隻肉馬 往後衝 正前方圍石 這裡要不要再圍一下呢 OK 這三隻肉馬 一台就小小燒了 Hera這邊在屯弓兵 屯了四隻 好 這裡槍兵又抽到了 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廠 龍田還沒有開始正式傻 還在吃這個鵝肉 屯被稍微打了一下 後面兵沒有放出來 是弱馬 還在屯弓兵 波波人這裡不知道 到底Hera這邊屯能多少工兵 所以毛兵還在繼續按 好 工兵中出來 射了一下 好 一起射一點了 五隻工兵 波波人的毛兵 待會可以考慮出門 旁邊前期打的比較保守 好 右邊決定要這樣子圍喔 沒有打算要從右邊圍到底 可能地圖沒有探到右邊去 好 當然這邊 Hera打出我覺得 封劍是在最強的打法了 工兵配肉馬 這個打法只要操作得好 基本上想打誰就打誰 對方出這個槍兵怪也是能打的 對方是肉馬配戰毛 這就意味著 只要Hera把對方的肉馬全部打倒 自己的肉馬就可以爽吃對方的毛兵 也是同等道理喔 Hera只要把Hera這邊的工兵全部打掉 自己也是可以用肉馬 直接貼上去這些肉馬 波波人這邊的配兵組成吃肉是非常多 全部都是吃肉組合 後來這邊其實現在對方毛兵這麼多情況下 肉馬雖然也是主動出擊喔 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喔 這裡要趕快把家裡圍死才行喔 但正面的開口並沒有圍死 這根箭塔可能會有點難守 Hera這邊如果轉戰毛兵的話 又很難打得贏對方肉馬 這就是這個配兵的打法問題 對方的兵力很多時候自己要打贏就很困難 Hera這邊決定補劍塔之後轉防守室 阿可的家裡也是趕快圍死 這裡有來一些槍兵 後面圍好槍兵就可以拉過來前面 這一波毛兵跟肉馬 然後突破這個房子 房子應該是他會被突破的 好 後面兩邊對射一下 Hera這邊是要生死帶的關係 應該不會這邊送掉自己的工兵單位才是 好 這邊想要打房子 但有劍塔在射 Hera補下了一級農田 現在農田算不到18片田 這個田有點多了 當然Hera一上城堡時代還是可以先轉個騎士 問題不大 畢竟她騎士是正常的二攻二防 城堡時代是能打的 那波波呢如果看到Hera這邊轉騎士的話 也會轉駱鎖 那如果工兵還活著的話 工兵打駱鎖是非常好的選項 所以城堡時代我覺得Hera很大幾率 會轉奴兵配騎士的路線 或是轉這個輕騎兵 好 前期兩邊都是一個小打小鬧 但是兩邊的兵力都是有點多的 好 房子打破一個 Hera這邊果然轉出了騎士 毛病修道院也補下了 好 單修道院 單馬就出騎士 Hera這邊打了一個升級時間差 自己有時代上的優勢 直接點掉了一些單位 這毛病升級也要馬上完成 二級獸好了 想再二級一防 再等一下 好 回頭先投掉二隻工兵 這邊要再往前一點 好 這邊上高地 好 再點一下 點掉了一隻騎士 好 十七隻的工兵 現在三隻肉馬有點殘掉了 那現在越南人 要想要推回去這個組合的話 也可以轉投石車 投石車打戰毛病也是相當適合 但如果這邊補一個投石車 工程系製造所 自己開TC的速度會再更慢 但如果這邊補工程系製造所 然後對方 又在跟你打迂迴 然後投石車沒做到事 經濟就會差很多 好 這邊快獨立想要點騎士嗎 好 點工兵 點掉了一隻 點掉一匹馬 甄旅 逃得掉 工兵可能要承受一些戰毛傷害 好 順便再放出來 好 補一下血 現在HERA的壓力非常大 對方是戰毛配騎士的路線 二級馬卡也點下了 哇 這個很麻煩 那伯伯倫為什麼真的會升級戰毛 只要是因為前期的戰毛數量太多 升級一下還是比較划算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用戰毛的話 伯伯倫可以直接使用標槍騎兵 就是連戰毛科技是可以不用點下的 那這邊由於毛兵多 點個戰毛 還是不會那麼虧 那確實也把HERA在家裡打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HERA要再出去挖礦的話 這裡可以再補一個神聖中心 好 現在雙TC能 二級馬卡也點下 後面又補了一個新的馬咎 好 現在馬咎的部分可以瘋狂按騎士了 OK 二級馬卡來了 現在對方的騎士數量也很多 七隻左右 七 八 五 十隻了 後面的數量越多 兩邊都是打一個 稍微的防守室 小打小鬧的感覺 但是HART這邊有地圖的控制權 往外看了一個新的神聖中心 這裡奴兵數量沒有繼續補 一直維持在十三隻 十八隻左右的數量 這裡還有五隻在裡面 好 這裡也點下了品種 Q&HERA 這要怎麼打呢 沒有投石車 只有騎士跟工兵 全黃金兵種 那波波人這邊就連還在補戰矛 戰矛 雖然來到十八隻 有點多了 好 勝率招翔 VTR一下騎士 皮種終於好了 在HERA的兵全部是滿血狀態 波波人點下二級伐木 這時候採點 支援讓暴有點被追上 但是現在還是由越南人這邊佔施力先 好 勝率再次逼退騎士回去 現在跟動技術也補好了 波波人也再來點科技 兩邊打得非常的濃啊 HERA這邊趕快想要把城堡可以補起來 待會城堡可以考慮補正前方這個位置 右邊這個位置也行 但我覺得正面這個位置還是比較好 好 HERA這邊有大動作了 好 這裡工兵數量十...九隻 十五隻在裡面 還不夠多可以注意秒殺一隻 提示 好 那現在越南人點下了一攻 那現在越南人點下了一攻 就是...很謹慎 很謹慎 好 騎士兩邊 工房剩差不多 都是二防二品種 還有跟動技術 那這邊有一攻 波波也是一攻 神冒王出來插 攻兵往後拉 騎士也往後拉 這邊孫女想要招翔 但是沒有招翔的輸出空間 後面招翔直接被戰毛兵投爛 但是最後還是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後面騎士一直在追逐戰毛兵 戰毛兵只要被追掉的話 後方的奴兵就可以勝常輸出 但這一波這根城堡 應該是能蓋好 後面這邊 工兵高打低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哈特這一波打的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有招到非常多的村民喔 哇 甚至讓HERA的經濟有點受到損傷 職業量現在目前領先 但這根城堡蓋起來蠻關鍵的 這樣正面的防守暫時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還可以開挖這個金胖了 好 現在兩邊都是3TC開農 哈特暫時領先 10隻村民而已 這波打戰打得有點突然 但沒想到是在中間這個位置開戰了 然後哈特也有可能以為 HERA應該是要往前蓋吧 結果沒想到他直接蓋在這裡 看到村民在蓋寶 就在眼前怎麼能忍 然後就上去開啟了 好 波波蘭再點下了二級挖金 好 這裡騎士稍微衝進來 抓掉了HERA一些村民 村民處下降的有點快 家裡防守並不是很多 工兵也想要去殺牢 結果後面一堆騎士緊追在後 欸 這一坨騎士應該有看到 好 家裡的問題 漸漸的解決掉了 HERA這時候點下帝王時代 欸 就工兵沒有抓掉 好 這裡開始轉出騰甲工兵囉 騰甲工兵在這裡很關鍵喔 你們待會不管是伯伯仁 要轉駱駝工兵 還是一般的馬功喔 但我覺得不太可能出馬功喔 或是轉強奴 轉騰甲工兵 不管是要打騎士或馬功 駱駝工兵都很好用 這個高遠坊的效果 而且傷害子也比一般的工兵還要多一點 所以打騎士是很有穿甲感的 那為什麼越南人這裡不走馬功喔 主要是因為伯伯仁這裡有駱駝工兵的關係 駱駝工兵是可以壓制住馬功文明的 好 這裡再收掉一隻生侶 HERA這邊騎士回來救一下 補下了三級色 怕誰暫時沒有黃金可以點 好 先點清洗兵的升級 先趕快架起來 好 三級色好了 清洗兵現在也好 這樣伯伯仁也提升到了帝王時代 三級馬海也按下去了 好 這十隻騰甲弓要小心 正前方稍微微一下 巨型頭司機 可能會被拆掉 哇 這個沒有維好的關係直接送掉 但騰甲弓這比傷害真是很高 哇 急殺掉了四隻騎士 好 但是這根巨頭先拿掉 對於HERA來說防守壓力變得很小了 那越南跟伯伯兩邊都是火炮的文明 所以待會就要來看了 兩邊誰的火炮控的更好 那伯伯呢這邊是率先提升了 重裝騎士的升級 三級馬海也好了 待會三攻也要趕快點一下 走騎兵路線打越南人 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越南人反制騎士的方法 就是出大象或是槍兵 或是橫甲弓兵 都是一個很好的反制做法 但是越南 HERA真的是選擇了重裝騎士路線 好 這邊又一台巨型頭司機被抓掉 右邊有一些戰矛在騷擾 拉一些騎士過去防守 下方又來一堆騎士過來 感覺MVHERA這邊好像有點難受 帶你的經濟又要再被重裝騎士砍爛 好 巨型頭司機兩台都送掉 這HART三攻也補下了 好 這裡的騎士中解決掉 上方的城堡已經拿下HERA的 哇 被對手HART給拿下 HART這邊三攻點完 但是化學這時候點下 佩羅拉這邊臭民術明顯不夠 伯伯人八折 馬舊單位實在是太划算 雪球慢慢滾起來了 佩羅拉這邊騎士工開始甩起來 但是還不是精銳版本 好 只是一般的騎甲工兵 好 攻擊6-4 好 這裡又有一波騎士衝進來送掉了 現在HERA一直用重裝騎士小力挽戰局 這三台巨型頭司機能拿下的話 應該有機會可以逆轉 但是佩羅拉這裡城堡又往前插一根 巨型頭司機就一個很好的天然要塞 可以讓自己再把巨型頭司機往前架起來 要把這邊鑰匙這兩個城堡中心 又被拿下的話 村民差距會越打越大 感覺跟伯伯人對打騎兵不太對阿 伯伯人可以隨時轉出駱駝 凡是越南的重裝騎士 不如這邊打大方可能會更好一點了 好 重裝騎士在前方 一直想要去偷抓巨頭 但防守一直做得不錯 現在右邊的城堡中心掉了 騎士好像找到機會 往前開拆 伯伯人的巨型頭司機被拿到一台 但第二台沒有拿下 好 這裡用添加工兵直接收掉生鯉 兩邊騎士開打 右邊的騎士兵突然衝進來 HERA這一場比賽 已經損失的快到六十字的村民 但是還在努力的想要夾緊 不想讓HERA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現在越南人沒有了工兵路線的話 其實會變得蠻薄弱的 要嘛這邊就是轉 槍兵路線 不然就是要轉工兵喔 因為黃金已經要投資 全部在騎士身上的話 轉槍兵也會比較好防守 好 我們轉這個火炮 可以拆後方的巨型頭司機 好 左側的部分 也是有騎士繼續騷擾 好 正面好像要開打了 裝裝騎士 三攻三防 但是越南人這裡沒有折扣 甚至沒有三攻 連二攻都沒有 這一波 HERA正面騎士要被吃光 不轉槍兵真的太難受 HERA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OT拿下比賽這裡 哇 最後越南真的要出騎士 真的是優勢太少了 正常的三攻三防的馬伯 騎士的血量可是高達140滴血 攻擊16點傷害 而且還有這個 八者的優惠 越南人越打騎士 其實越虧得選項 不如就轉個槍兵路線 戳他的騎士 可能會更好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HOT拿下所有資源上的勝利 越南人這邊呢 有點可笑 HERA這邊是後期 加了一根城堡都沒有關係 騰甲弓無法量產 所以就很難擁有自己的後期阻力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要緊急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